开国大将黄克成有多绝情 岳父死刑当天 他却眼睁睁看着见死不咎 作为湖南军区总司令 黄克成可以说是位高权重 但他却是远近闻名的清官 唯一一次动用特权 竟还是在自己的岳父被判死刑后 而他一张口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百度搜索黄克成了解更多相关故事 点个三连咱们接着往下讲 1931年一个名叫黄克成的军官大刀阔斧 直接将上级黄公略的叔父一枪击毙 这在军中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虽然黄公略事后表明黄克成处决叔父 已经得到了自己的授意 但黄克成还是稳稳坐实了 大胆率性的虎将标签 新中国成立之后 已经成为开国大将的黄克成 还一度朝着自己的家人下手 1952年在国家一系列的肃清运动中 一个多次倒卖鸦片大焰的唐姓地主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趁着当初国疲民弱 这个唐姓地主不仅公然销售大焰 还曾帮助日军欺压百姓 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 甚至哪怕政府已多次批评他的倒卖行为 这个唐姓地主仍我行我素 而他如此作威作福的原因 竟是因为自己是开国大将黄克成的岳父 一开始当地政府并不敢从严查办这个功臣家属 但随着国家一系列肃清行动的开展 作恶多端的唐姓地主 终究还是被党中央正式拘捕 并做出死刑判决 自己的岳父被捕 黄克成肯定要有所行动 不过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 直到岳父行刑前夕 黄克成才姗姗来迟 不紧不慢地找到了当时负责处决的工作人员高文华 而他提出的要求更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在见到高文华后 黄克成绝口不提为岳父辩解的话 而是向高文华表示 自己想用一次特权 那就是在岳父行刑前 让妻子再见自己的父亲一面 黄克成认为自己的岳父犯下如此大错 身为家属的自己肯定也有责任 但毕竟妻子与父亲血浓于水 眼见即将天人永隔 为了不让妻子留遗憾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向组织讨一次特权 要知道黄克成可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大将 如果他肯利用自身权势 从中中选 他的岳父或许可以获得减刑判决 但深知国法难容的他 还是选择了大义灭亲 这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虽然因岳父的所作所为 黄克成的履历上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污点 但晚年的黄克成却丝毫没有因此而心生怨恨 反而教导子女不要接受组织优待 要凭自己的双手去为国家创造价值 这样的开国将领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评论价格关注 下期再见